嗨大家好,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呢我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手上这四盘韩系眼影盘 那这四盘呢都是一些秋冬的那些盘子 有一些是限定的有一些不是 那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 并且subscribe我 会不定期的分享美妆视频 那如果你也是美妆爱好者呢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打在这边 我在那边会比较的长庚 第一盘呢就直接来一个厉害的 就是这一盘 Etude House的Maple Road眼影盘啊 它这个是九宫格的 它这一种包装呢 我没有喜欢我也没有讨厌 因为讲真的它这样子 你一眼看上去呢 是还蛮一目了然的 你可以直接看得出 这个眼影盘的配色到底是什么 但是但是但是 它没有镜子 就眼影盘上面放一个镜子 你们会怎么样 你们会亏钱是吗 你们会倒闭是吗 之前我在Gmarket开箱的视频 有说过它这一盘的延展力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其实我上演了过后呢 它的这些雾面色的那个晕染力 意外的好 就是如果我想要把它晕染的 比较开的话呢 都可以办得到 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 但是呢 它的那些shimmer的颜色 好像这个颜色 不是特别的细腻 就是它的那个亮片色 会感觉浮浮的 它不至于掉粉 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不是很贴妆 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 bling这样子 所以其实用它画出来的 那个眼妆呢 不会说那个层次感很分明 它是一个枫叶色系的配色 比起之前的那些 南瓜色系的眼影盘呢 我觉得这一盘的配色 它会更加的浓 更加的偏红一点 比较浅的这种 珠光色到很深的 这个深褐色都有 就是其实它的那个包覆范围还蛮广 那这一盘呢 可以用来当作 重点色或者是中间色的那些 颜色呢 基本上都在中间 那我觉得这几个颜色 其实都会偏深 所以用这一盘画出来的眼妆 我觉得会是偏浓的 虽然它的颜色饱和度 没有到很高 但是呢 你懂吗 就是一个非常显色的黑色 跟不显色的黑色 它们依然是黑色 你不管是用显色的黑色 或者是用不显色的黑色 画出来的眼影 依然是那种比较深的眼影 这一盘眼影呢 哪怕是它中间 这个打底色呢 它都是这种偏橘偏暖的 所以如果其实你想要画 比较中性 比较大地色的眼妆的话呢 它是帮不到你的 虽然乍看之下 它好像可以 但是它不行 总体来说呢 这一盘我觉得 它的整体表现呢 是有一个70分的 那如果你想买的话 OK你不想买的话 也不要紧 我不会觉得你没有买它 你会损失一百万 那你买了它呢 我也不觉得你会就是 堆心肝 第二盘眼影呢 也是Etude House的 就是最近炒得非常火的 面包盘 那面包盘呢 上个星期已经在马来西亚的 Etude House上市了 这一盘眼影的包装呢 我觉得还蛮廉价的 就是它的塑胶感非常的重 而且整个就是看起来 那个质感没有很好 它的配色呢 就是这样子 偏橘色的一个大地色系 它这一盘的配色呢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的 就是它有照顾到每一个 就是眼妆的需求 就是它有这种比较浅的象牙色 让你去眼部打底 然后有这种就是transition shape 这一盘的配色有一个弊端 我觉得它的深色呢 没有去到特别特别的深 这两个深棕色呢 它没有去到特别的暗 所以如果真的是想要加强 眼部的轮廓的话呢 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它们还不够深 那这一盘的粉质方面呢 真的是有够差 特别是它的雾面眼影 我今天眼皮上呢 就是用它的这个 比较浅的这种橘粉色吧 来打的 我那个时候都怀疑人生了 我在想 我是不是那个眼皮有严重的那个色素沉淀的问题 为什么我上了那么多层 那个颜色依然非常的淡 就是它的显色度就是 它这个MAC的显色度 我觉得有那一种 一只老鼠坏了整个周的感觉 因为明明它的这些 雾面色的transition shape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它这几个色调啊 它的颜色呢 就是配的 基本上是完美了吧 如果它这个粉质做得好的话 你完全可以用两个颜色去画出一个轮廓很漂亮的眼妆 但是呢 它就是败在了它的显色度 这几个雾面色上你的眼皮 基本上就是一个颜色 你完全不能利用它的那个色调的深浅度 去打造你眼部的轮廓 值得称赞的是它的shimmer 还有它的glitter 做得非常的漂亮 它的粉质呢 就很细腻 非常非常的服贴 而且也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个maple road那一盘 它有那个散粉 bling bling 浮粉的问题 它就是整个非常的贴你的眼睛 它的bling me就是那一种湿大大的很通透 我最最最最喜欢这一盘 就是它的bling 总体来说呢 这一盘我不是很推荐你们去买的 除非你的皮肤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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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白 就是黄一白又或者是比黄一白还要白 要不然的话 你们用它就是上眼睛会很鬼打枪 就是不管你用十个 你把这十个颜色都上你的眼皮都好 人家都会觉得 你是不是用两个颜色画的眼影 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这一盘 而且我觉得它的持久力也没有很好 下一盘呢 是Clio的这一盘 Pro Eye Palette 然后我手上的是04号 Stripe Brick这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是它们Clio记的新品 应该不是限量的 那这一盘呢 先说一下它的包装哈 它这个包装我觉得质感严重 对不起它的价格 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是还蛮高的 要130令吉左右 但是130令吉你买这个包装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 它这个包装就是 完全就是开价的包装啊 你凭什么卖100多令吉 那它这一盘里面呢 有附带一个 这个眼影刷 那这个眼影刷呢 是一个垃圾 因为它这个刷子的区分力很低 里面呢 有附了一个镜子 就是虽然我真的是 很喜欢带镜子的眼影盘 但是你附这个 比二维码还要细的镜子 我什么都照不到 我就可能 我放这样远哦 我就只能照到我的眉毛 它这一盘呢 是一个专局色系的配色 它的那些transition shade啊 最深的那个mat呢 是有一点偏红色的 那这一盘它的色阶呢 非常的广 你可以用它画出 非常多元化的眼妆 粉质方面呢 它这些雾面色呢 都是偏软的 而且它很顺滑 就是你画上去呢 不会结块 那它这个颜色呢 非常非常的 像那个huda beauty的formula metallic的颜色真的是 哇哦 这是韩系眼影盘啊 这个盘里面呢 这两个glitter的颜色呢 给你们看 通透感特别的漂亮 那这个颜色 我比较建议你们用手指上 因为之前我用那个刷纸上呢 只刷到它的散粉 就完全上不到它这个 偏米偏粉的这个妆效 这一盘CLEO的stripe rig palette呢 如果这个价钱你能接受的话呢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入手的 因为它整个就是配色啊 粉质啊 妆效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下一盘呢 就是韩系彩妆的大佬了 就是这盘 3CE的dry bouquet眼影盘 它的配色呢 就是一个干燥玫瑰的配色 它从偏橘偏中 偏粉偏红的干燥玫瑰色 它都有 好像中间这个颜色 它就是这种偏紫的干燥玫瑰色 就是它就是一次过把你需要你想要你想象得到的所有干燥玫瑰色系呢 都已经塞给了你 它的干燥玫瑰色做得那么全面嘛 缺点就是呢 你用它画的眼妆会非常非常的贵大家 不管你是只用浅色系画又或者是你用深色系画的话 你的眼妆依然是那种粉质粉质的干燥玫瑰色 这个粉质这个显色度 这个晕染力 这个延展力 这个颜色饱和度 到底谁有哪一个韩系眼影盘做得到 没有 而且这个粉呢 会比较的糯软一点 所以它很顺滑 它也完全的不飞粉 这是我觉得它赢的地方 因为很多那些欧美的盘 虽然它们就是极度的显色 但是也极度的飞粉 就是显色跟飞粉一起上 那这一盘呢 就是又显色又不飞粉 虽然它的显色度可能跟欧美的影盘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显色度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它这一盘呢 是一个全雾面的影盘嘛 所以呢 画出来的眼妆呢 会缺乏立体感 你还是需要去搭配其他的影盘来用 那3CE的这一盘总结来说呢 老手可以买新手的话就算了 你们用不到的 真的你们买了 你们会后悔 我机关于在视频结束之前呢 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总结 不管你是谁 你是男的女的 新手老手路人家或者是女主角 你都必须要买它 就是CLEAR的这一盘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3CE的这一盘呢 不管你是化妆的高手老手 又或者是彩妆的收藏者呢 它都非常的可以买 你们不要被它的价格吓跑 我觉得它的价格跟它的那个质量是有成正比的 ITIO HOUSE的这一盘呢 虽然它是限定版 但是我觉得以一个随缘的心理就好了 买得到的话就买 买不到的话也不要有遗憾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就是必入不可 面包盘呢 除非你就是比白雪公猪还要摆 要不然就真的是不要买 可以省钱 好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去选购最近比较热门的韩系眼影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